大家好,我們是來自台灣的三妹堂 自創布袋戲木偶團隊 那我們很高興今天來到2012年 北京國際動漫博覽會 在這邊展覽我們的自創木偶 還有做超偶教學 還有讓民眾做超偶的親自體驗 那目前後方這個展場呢 我們這次從台灣帶了15尊我們的自創戲偶來 那目前我們的木偶的特色呢 就是我們從頭造型到他們的衣服 整尊藕頭全部都是由我們自己創造設計的 那我們的成員 這次從台灣來一共有六個人 那我們不是專業的團隊 我們就是各自各有不同的工作 比如說像我是大學老師 那這邊有髮型的造型設計師 然後還有這個補習班的主任 然後還有殺雞的 然後還有那個電視台的導播 這些就是我們的團隊 那我們就是在業餘的時候呢 大家一起合作 然後來討論這個 我們的布袋戲的木偶造型設計 那目前在台灣呢 我們是唯一的 而且是第一個以自創木偶的方式呢 來做展覽跟表演 那我們的木偶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它除了具有原本中國傳統布袋戲的特色 就是它眼睛會動 嘴巴會動 手腳統統都可以由一個人來操作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的造型設計呢 它是採用這個中國傳統的風格 加上西洋風還有東洋風 還有一些時尚風 所以非常的創新 那很高興能夠這次來參加這個 北京國際動漫博覽會 然後也很感謝龍圖騰主板車 邀請我們來這邊表演 跟北京的民眾 大家做接觸 那希望我們可以把台灣的文化呢 輸出到國際呢 讓這個更多人可以看到我們的文化 那也祝這個博覽會呢 能夠一屆辦的比一屆更好 謝謝大家